好像拍一張照片 又是拍照的時候 這麼難得進來 當然是留個紀念 好了 拍完照片 那我現在就繼續前進 嘩 外面好曬 躲在這裡有一點遮掩 有個影 這裡剛剛踏進來的時候 看到很多蝴蝶 特別多的蝴蝶 比起小鳥看到更多的蝴蝶 嘩 好多沙 這邊上橋 有些沙 有些草 可能割完草泥 對呀 這裡也是割草 嘩 嘩 真是很大股草的味道 為我今天的行程帶來 更加有這個自然的感覺 令我感受得到 這個自然的味道 嘩 前面那裡這麼多沙 嘩 我的公路車能否承受得到 嘩 你撐不撐得住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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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面那塊銀色的板 跳起了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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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危險的感覺 有一點點 這裡的板會動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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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前進了 嘩 它的路延伸到很遠 嘩 如果是踩公路車 又很怕那些沙 很怕那些沙石 這條路就不適合 不適合過來踩 因為這條路真的有很多沙 嘩 嘩 很涼爽 突然之間已經很大風 啊 啊 沙石啊 啊 這裡喜歡大自然的話 可以進來這裡 感受一下 蝴蝶 草 那些小鳥 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是踩了很久了 它延伸到很入 那我是不是應該踩得快一點呢 因為我的時速是一直維持著20 應該可以踩到快一點點 好 踩得快一點點 轉個彎位了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呢 是沒有的 啊 都是大自然的景色 很自然的感覺 如果是喜歡簡簡單單 很清淨的 又不會說很怕那些沙石 來這裡踩就對了 來這裡踩 不過今天來這裡踩 真的很曬 而且很熱 我感受到太陽的高溫 打下來我的身上 尖避咀 這個地方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好像我現在這樣 有一段很長的路 讓你踩 嘩 可以在這裡爆車也可以 不過我們有些沙 有時候會有些沙 現在這個位置就少些 剛才中間某個位置有很多沙 再踩得快一點 嘩 剛剛聽到草裡面 有些聲 嘩 又聽到一些聲 有什麼在追過來 希望不要我踩一下 有些東西跳出來 撞到它 嘩 嘩 嘩 沒事 嘩 嘩 啊 終於應該是來到盡頭了 看到 讓大家看看才繞個圈 繞個好圈 繞個好圈 嘩 剛剛我就是由 那一邊 這樣不停踩過來 好 出去了 嘩 這邊出去 是不是 嘩 嘩 它的路是這樣的 不是 我來了哪裡 啊 蛤 我沿著外圍一直踩 現在來了這一邊 但是沒有路出去的 不是啊 我先看地圖 有沒有什麼秘度 可以讓我出去 其實 我現在是沿著外圍 踩到這裡 但是它有個閘 好了 那我現在這裡踩 回出去 那我剛才踩過來 我是看到它中間 有一個分岔位 我先看看 那一個分岔位 能不能出去 如果是想延長這一條路 不停踩下去 就可以踩到最入 然後就回頭了 裡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我不停聽到它旁邊的吵 有些噓 噓 那些聲 我正在想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麼動物在裡面 哇 前面那隻是什麼來的 看不看得到 很大隻 它的皮膚看上去 好像有點毛的感覺 有點毛的質感 好 哇 剛剛看到它那裡 那一塊板下面 是穿了一個洞 的 來到這條橋了 哇 都很快 算是 踩出來 因為我踩出來 踩快了 就是橋那裡 上來橋之前 應該就有一個路口分岔位 應該就是這個位 轉過去 對 還有這一套呢 你到這裡去哪裏 不知道 我還是在找路出去 現在 你去哪裏 我現在打算出回元朗那邊 我剛才從那邊進來 那邊這樣出回去 現在我們在這裡 是 前面那裡 我看地圖 就說有一個分岔位 另外那邊 我看到的確 的確 是 立刻 就可以出到去 但是 那一條 立刻出到去的路 就跟我所想的 有少少不同 那條路 出去 出得太快了 我想去的那裡 應該是 繞進去一個 有點景觀的地方 所以 如果我是從剛才那個位 立刻就出去了 就去不了我想去的地方 但我猜不到這條路 原來是這麼難找的 這麼難找的 地圖顯示在這裡 是真的嗎 嘩 這條路是這樣的 我走前一點 看看是不是 我想去的 那一個地方 正路 這條路就沒有那麼難的 嘩 其實感覺不像是這條路 其實 NO! GOD! 真是糟糕 NO!GOD! PLEASE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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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啦!頂眼上啦! 嘩 這條是越野單車勁 這條是 我打算出來交遊 但是我沒有想過 是這麼辛苦的 嘩 這條路有少少 有少少 嘩 嘩 嘩 的感覺 就是 我猜不到原來要走這條這樣的路 嘩 但是旁邊的景色是挺漂亮的 它這裡 有個池塘 在這裡就這樣看出去的話 嘩 我上網本身看 就看到它是尖避咀 剛才我踏的那一段路 然後呢 就去了是有點池塘的 但是 它最重要的這一段是沒有了 嘩 嘩 我上網看到那些人的路線圖 都是走這一道 嘩 但是這條路是不適合公路車踏 大家要注意 嘩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池塘 嘩 多漂亮 嘩 真的有人踏單車進來 就是那個方向是正確的 唉 我也挑戰一下 我現在的玩法真的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嘩 嘩 那些草了 公路車真的在玩命 就踏進來這裡 千萬不要學我啊 千萬不要 這裡沙的那些石 有一個人 嘩 我也吃到一些不知道什麼 一個人一個二就會滑 這裡真的 是 這裡那些碎呢 是什麼意思 放那麼多碎 在這裡 增加這個摩擦力 這裡OK嗎 這裡應該OK了 這個就是 這個越野公路車的感覺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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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多煙啊 前面怎麼了 火燭啊 有人剛剛燒完東西來 怎麼說是 終於來到 應該來到的地方了 是沒有沙 很漂亮的路 然後又來回一條 不是那麼漂亮的路 其中一隻腳不想 預防萬一 隨時都可以停車 放下隻腳 因為它這條路呢 真是 為什麼你會這麼多沙 是不是這邊 這邊可以嗎 OK OK 嘩 來到這裡舒服很多 啊 啊 真是不好意思 不是交遊 是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自己個人 和你的單車的極限 來到這邊 嘩 路比較好 對比剛才 雖然都是爛的 我現在拼命去平衡我的車 因為地上很滑 我感覺到 在這裡 測試這條馬牌 4000S2 它的防爆能力 大家有目共到 其實它的防爆能力是不錯的 我那些沙石 一直這樣 撐上去的沙石上面 都完全沒事的 有些人說 公路車 車胎很容易爆胎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爆 看到我現在這樣踩 實蒸完畢 嘩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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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在玩飄移 那樣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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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嘩 除了 沒了那些沙器的聲音 馬上好會舒服 嘩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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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嘩 ¡hut !說 踩到頂上都可以踩得再入少少 但走的時候要沿路折返 就不可以像我那樣 不過我走的時候都看到不少人 是由另外一邊踩進去的 如果是踩一些粗胎 都可以試試好像那些師兄師姐那樣 踩進去 尖鼻咀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下次又去其他不同的地方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